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热力心跳计划 好像是有这回事 我想起来了 是Tinco的新款玩偶长得太有趣 我为了拿到才扫买参加的 要不是你来问 我真要把这件事忘了 听人说老是放鸽子容易影响运势 既然你接受了邀请 不如一起去参加看看 最近总待在画室里 感觉都快涨还早了 我报名了什么项目 双人自行车挑战 我好像失忆了 这真的是我报名的吗 是啊 不会反悔啊 怎么会 但是要给我点时间 准备一个小道具 已经帮两位登记好了 在这边选择好合适的自行车后 就可以准备出发了 66号 不错的数字 一看就知道我们今天会一帆风顺 走吧 先去挑选我们今天的座驾 这些一看就是被前面的人挑胜的 好车往往都在没人去的角落里 跟着我就对了 我看这辆不错 结构完好 七色亮丽 嗯 铃声也很清脆 给我五分钟 小小的改造一下 不会 活动规则我都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了 先别笑了 过来把轮子安上再说 我对比了好多家运动用品店 都说这种款式的安全性最有保障 这位先生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没有 您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是可以提供带辅助轮的 儿童车型的 不用了 我就是试试能不能安上 我会骑车 而且骑得很 勉强不错 稳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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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起步了 后面就轻松了 这样好了没有 哎 我好像找到感觉了 你看我这个节奏怎么样 一 二 一 来不及了 快刹车 前面都有五辆车超过他们了 我们也能 快快快 登快点 朋友 我们也先走一步了 刹车 换我坐前面 刹车 坐稳了 冲动就是动力 看我们超过去 拜拜 我也不知道 这些奇形知识 怎么就进了我的脑袋 果然天赋 总是一通百通 别慌 我们能行 徒之后 准备好 前面向左转弯 真是不容易 下次再也不能因为玩偶可爱 就掉入这种陷阱 不过胜利就在眼前 我们加快速度冲过去 老师确实不错 但主要也是我学的好 喂 说人坏话时 不要让人听见 对了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比喻 当形容两件事毫不相关 就会说像鱼和自行车一样 没错 但现在这个比喻 用在我身上已经不恰当了 让鱼和自行车 有了分不开的联系 那选择交鱼骑车的老师 是不是要对此负责到底呢 我好 老师 你说 你听说 你什么时候 这些比喻 回去 我 Prague 我叫你的 比喻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